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啊 我照你 You will be alright 嗨 回来诱惑男人我 我是黄丹妮 节目的现场呢 让我们邀请到秀传医疗体系的大肠职场科的欧金俊欧主任医师 来 节目当中 是 不好意思啊 让您千里跳跳来这个广播做这个 对啊 因为最近呢可能因为疫情关系 很多人对于就是说来医院是比较惧怕的 那我觉得好像有些对于自己有慢性病的好像都不太敢来 就不太对 对 有些患者他们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他们有时候就会宁可忍 忍着一些疾病就在家里 那有时候往往有些疾病他会 搞不清楚到底这个问题我要不要去找医生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就更汇集记忆 有时候会把这些疾病忍到真的出现紧急的状况 那才来治疗 像最近我发现这一段期间 这个胃溃疡造成的穿孔的比例就比前一阵子高很多 对对对 所以到现在最近来秀川提系 找欧主任您这边通常都已经是到了那 没办法的 对 蛮严重的症状了 对 蛮严重的症状 所以请大家在还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之前 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兄弟我叫你 还是要跟大家讲有疾病还是要去医院 因为现在算是医院还算是安全的 相对安全 其实我们国家防疫真的做得很好 我们真是很感谢这些防疫的团队 对照着大家 让我们医护人员可以安心的正常的工作 然后也帮我们的一些需要这个就诊患者 可以安心的接受治疗 尤其大肠直肠现在好像是已经慢慢变成文明病的一种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 虽然很多人不敢去医院 但他们在网路上还是有相关的问题 我们来请这个欧屋主任来为我们做一些解答 首先有一个是七星潭的小育儿 他说大学的职考快要到了 所以他是个高中生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紧张 常常上课 上到一半去跑厕所 那请问医师他这个是肠躁症吗 非常可能 年轻人的话 这个忽然就是因为一个压抑的关系 他会诱发他肠子的一个反射过于敏感 那这个就是一个肠躁症最经典的症状 所以这个小育儿 这个年轻的一个学生 基本上他非常非常有可能是肠躁症 这个不是叫什么乳胖不耐症 乳胖不耐症就是有 其实他也是肠躁症的一个分子 那乳胖不耐症有可能会让肠躁症的症状更加重 那所以你如果说在平常女士上呢 你可以稍微避开一点点就是买制品 那如果你平常你喝牛奶都不会的话 那就纯粹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调试把这个压力做释放 那最好用的方法其实就是运动 你就是在这些你觉得压力很大的状况下 你可以适当给自己安排一段时间呢 可以从这个不断的累积的压力去释放 那最好释放的方法就是靠运动 运动为什么可以释放呢 其实运动的话其实我们身体的一个 你可以想办法跑步的时候我们心跳加速 然后这些这个交感神经都活跃起来 那肠躁症的症状其实是副交感神经过度活跃 那交感神经活跃的状况下 其实它可以适当地压制我们那个副交感 去压制 对对对 那其实也是让它变成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因为你太过紧张的状态下 你又是在做一个静态的念书的工作 那当然你副交感的一个活跃程度就会过高 那你运动的话事实上 大家回想一下 大家在运动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想要上厕所 因为这时候交感神经是大幅度的活跃 我以为是因为它汗 你有从汗去买出来 不是不是不是 是因为交感神经它的活性被大幅度的上升了 那交感神经一上升 副交感就会被压制 那这时候相对就比较不会想要去 跑厕所这样的东西 所以您的门诊也有就是像年轻的 有有有很多 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就是因为他忽然压力大 他排便习惯改变 他们就会紧张 就会担心想说要来医院 就是寻求治疗 或者是一些给他一些建议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其中一个药方就是去运动这样 对对 所以那个小月儿指考是快要到 但是不要紧张 就是还是去运动让自己舒缓一下 给自己一点时间 对那如果说你常常喝牛奶 会觉得会拉肚子 这个要特别注意 对 好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二题是 深空的林先生 他说最近工作压力大 然后大家都压力都很大 这个排便有点不顺 那是因为我办公室坐太久吗 还是纯粹没有补充适当的纤维质呢 对这种是比较偏向便秘的长照顺 那压力也会造成这个便利 这也是长照顺的一种表现之一 那这个林先生如果说他可以感觉到说 他就是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就容易排便不顺 可是呢六日一回家 跟自己家人待在一起 排便就恢复正常化 那几乎就可以断定是因为压力造成的 但是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解决 你适当的补充这个纤维质 那另外呢多补充一些 像刚刚讲 我们就反其道而已 就再增加一点奶次品的摄取 你就会让你的长照股动 就再恢复正常一点一点 OK 因为他们有人会讲就是说 我只要多吃纤维质 就可以帮助排便 那有些人就说 我多吃纤维质 它会不会就卡在那里 那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变成误解 其实是误解 其实纤维质基本上 它是会让你分辨 保水能力比较好 那分辨会变得比较顺畅一点 但确实有时候是因为你压力过大 那长者蠕动会受到一点抑制的时候 那便秘出现的话 那有时候除了这个纤维质之外 可以适当的还是加一点点 这个刺激常蠕动的药物 或者是一些食品这样子 像那种所谓的什么 好几个什么几亿单位的那个什么 乳酸菌还是那些 乳酸菌对我们肠道是有帮助 但是一般来说对于便秘的改善 帮忙比较少一点点 比较少啊 对但是其实是对于有些病人 因为他可能吃了这些益生菌 他益生菌偏多了 然后他肠道的一个保水能力比较好 他排便功能也会改善 所以我们基本上其实 对于益生菌的一个补充 我们也是鼓励的 但对于肠道症的一个治疗 其实益生菌并不是一个 最重要的治疗的方式 所以那种像什么 几亿单位 几百亿单位 那种差别 有 其实益生菌我们会认为 好多种 对太多了 所以你要找 比较适合自己身体 因为其实有的益生菌 益生菌其实他就是跟你的身体 要形成一个互利共生的一个生态 那有时候你吃进去的这些益生菌 可能对你的 这个肠道的一个注意不多的话 你就可以再适时的更换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尝试不一样的益生菌的方式 先去尝试 那尝试到最适合自己 之后就可以尝试普遍这一类的 就是在药局去买 或者就是说你去买 油漏乳 或者是那种什么优格 来尝试这样子 对 这都是可以让你去试试看 那当然 办公室做久了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因为你就是等于活动的这个频率下降 那因为我们其实肠子蠕动 有一部分还是要靠我们在走动去吃鸡 那你坐得久 当然他肠子相对接受到吃鸡比较少 蠕动就频率就会下降 那排便习惯 确实就会变得比较不是那么正常 了解 那排便不正常呢 也有很多人像我们下一个 像宜兰的前太太啊 他要讲说老公常常外食 那饮食不知道有没有吃均匀 可是台湾就是便当嘛 对 没错 那每天回家蹲厕所都蹲好久好久 那他在家可以准备什么 来帮助他排便顺畅 对 其实这个真的是文明现象才会有 因为大家都外食 那外食的食物都是比较偏油腻 油炸的偏多 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卖啊 对 因为好吃 真的 那油是甜嘛 然后我就会花钱去买 可是那个就不健康 不健康 对 然后排便确实就没有办法那么顺 所以在家里我们当然是希望 我们挑是比较天然的 然后就高鲜的食物 那食物都尽量用圆形的食物 那当然油炸啦 或者是那种烧烤可以减少 那可以帮助我们排便的习惯 更加的增长 是 那在家是不是也要做一点 比方说什么深蹲的动作啊 会更好 这肠子怎么运动 是 肠子的运动其实是 我们肠壁上面有些肌肉 那另外呢 他会有一些神经节 他接受那些神经的一个活化 然后呢 他就刺激这个肠子蠕动去收缩 但是因为如果你肠道里面的纤维不够的话 他收缩的时候 他就非常非常大力 才能把分辨往下挤 所以你如果说吃了一些纤维 或者是补充水分够多 他分辨他比较膨松 比较松软 他轻轻一挤 分辨就可以往下排 他就比较不需要 这个蠕动那么大力 那就比较不容易造成这些肠道 跟这个便秘的症状 那如果你吃的食物太过精致 就是说都是吃高糖 高淀粉 高油脂的食物 那纤维脂比较少的话 那肠子他相对要作动的 这个力量就要变大 变大之后呢 他就经常比较容易这种 造成这个脚痛啊 或者是这个排便不住的症状 就会出现 那如果出现的话也不要 就是太急着用 比方市面卖的那种晚肠剂 或者是软变剂 先去看医师去检查比较对吧 先检查清楚 这个你这个便秘 或者是排便不顺的问题 到底是不是因为肠子里面 有其他问题造成的 那如果说可以诊断出 确定你这个问题 不是有这个里面发炎或肿瘤化 我们可以给你一些药物 或给你一些医师 这个大肠智商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希望还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下一集的时候 再来请这个医师帮我们解答 好 您收听的是 幽浮男人窝的这个 兄弟我知道你 我是黄丹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